火光冲天 汽车警报器狂响 居民躲在窗边 直击眼前大火球 这里是乌克兰西北部城市 鲁茨克 距离波兰112公里 险见俄军战火迫往西部 包括基辅东北方药地切尔尼戈夫 有足球场被轰到体无丸夫 临近图书馆也受到牵连 炸出坑洞 他们实际上是攻击 依旧地区别人的攻击 例如乌克兰 厅房间 厅房间 一厨房间 厅房间 厅房间 在鲁茨区 厅房间 厅房间 伊vanofrankesk 厅房间 另一个地方在西方乌克兰 伊凡诺 法兰科夫斯克也首度 遭到俄军攻击 副市长也害怕自己可能被抓走 而且刚访问完 当地又传来警报声 俄罗斯开辟新战线 恐怕想先切断基辅援军 替围城做好准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天还没亮 警报声再度响彻 基辅夜空 拂晓时刻炮火来临 枪响轰炸声没听过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前一天发表公开演说 强调战争的战略转列点已经来临 大喇喇站在基辅街头拍摄 完全不怕自己可能被暗杀 尤其现在俄军越来越靠近基辅 卫星照显示基辅西北方的莫斯村镇 已经被炮弹炸得坑坑巴巴 好几栋名宅跟建筑起火满目疮痍 俄罗斯军队持续往乌克兰首都基辅推进 还朝住宅区发射炮弹 至于原本绵延64公里长的功臣长舌 也有新动作 美国情报指出 基辅西北边的俄军距离市中心 维持15公里 但东北边的俄军稍微推进 距离剩20到30公里 保卫基辅大作战 战士兵们最后一刻还在接受反坦克武器训练 路透社记者更拍到 乌国领土防御部队制作的燃烧弹 无人机升空 跟面对面投资相比 更能保护操作者安全 乌克兰军民同仇敌忾 努力对抗 也不断寻求外援 相较以往30到40分钟 这次美乌领导人通话比较久 拜登说明美方制裁俄罗斯新措施 至于泽伦斯基提供战况评估 要努力守住最后防线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爆炸声震耳欲聋 妈妈抱着孩童哭泣 居民看着残破不堪的家园 不晓得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办 这是乌克兰东南部城市 马里乌波尔的日常 甚至还有产妇 在轰炸声中产下一名婴儿 马里乌波尔市长形容 每隔30分钟 就有战机入侵 马里乌波尔扫射平民 乌克兰副总理表示 期望可以开启 马里乌波尔的人道走廊 马里乌波尔市议会公布 在俄军轰炸和封锁 长达12天以来 至少造成1582位平民死亡 不过乌克兰军队 持续保加卫国 公布了一段 摧毁敌方坦克的画面 同时还找到了 俄军的护照和无线电 更可以精确掌握 对方的行踪和资讯 振奋了乌军士气 但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盾内此刻的亲俄部队 已经占领 马里乌波尔以北的沃尔诺瓦哈 要压缩马里乌波尔的包围网 双方交货越影越烈 TVB的新闻 吴军线杨新台北报道 力求镇定 但听得出语气急促 已经好几天联络不上 在乌克兰的妈妈 女子社群软体 发出求救讯息 take外媒 还真的外媒出动了 回到乌克兰伊尔平 一名男子加入行列 他来自美国旧金山 说自己买机票来到这 和其他人组成小组 挨家爱护 寻找需要帮助的人 还说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战区 第一名女性志工 则是忍住哭声 坦也很害怕 确实惊吓 因为就在找人过程 炮火轩响起 好不容易按照委托人给的地址 但不管怎么喊都没人回应 这时遇到一对老夫妻 聊着聊着 其中这名乌克兰女子 流下眼泪 因为他们那也缺不了 亲自到乌克兰走了一圈 虽然有各种战争残酷 好在政务完成 乌克兰版超级政务 战区真实上演 TVB 选择和报道 举手的全都是从乌克兰逃出的民众 无情的战火一波波袭击下 难民被迫往外逃 没人知道战争达到何时 无奈只能撤离乌克兰 毕竟遭袭击的城市不断扩大 13号预计会有六个人到走廊开放 就连医院也变得不安全 紧急出动医疗行列车 上头再满行都不便 或罹患癌症的孩童 得经历七小时 才能到目的地波兰北部 战争下还是可以看到温暖 一位退休军官跟他的队友 在基辅救出了六位孩童 开车要将他们载到安全的地方 民众自立自强 能逃则逃 避难所内满满都是人 只见儿子终于见到母亲 两人激动地拥抱哭泣 火车上挤满了人 不止乌克兰当地居民 在那读书的国际学生 学业被暂停 更担心遭到战火波及 联合国统计已经有250万名难民 逃离乌克兰 俄乌两国交火 无辜的平民生活大受冲击 在恐惧中度日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小铃铛